明天 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很高興 這個競賽歷史了相當長的時間 我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會去推出這樣的一個競賽 林務局是在106年也就是2017年 我們正式來對外宣誓是國產裁員年 那當然就如同剛剛那篇講的 我們希望把台灣過去所培育的這些人工林 能夠在整個全球減碳這樣的浪潮 然後真正的使用這個在地化的環保 而且是可再生的這些素材 但是我們也很清楚 台灣的人工林產業剛起步 我們還是有一些相當的劣勢 比如說我們的量 我們能夠供應的量當然不是那麼的夠 因為整個產業鏈必須要重新再鏈接起 第二個我們的財種、樹種相對的也是比較多元 所以因應少量多樣這樣的一個特性 我們的家事或者是這些文創的這些設計者或者是業者 就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策略的夥伴 但是我自己在四年前我會去參訪一些設計展 比如說每年規模最大的文博會 但是我很驚訝的 我去詢問這些設計師 問他們說你使用的木材是哪裡來的 那百分之百他們都告訴我是進口的木材 那當我在問他們說 那你要不要願不願意考慮使用台灣的木材的時候 裡頭大概有三分之二 他反問我說我們台灣有木材嗎 或者是我們台灣不是禁法嗎 所以我跟我們的同仁講 我們有必要把我們這個推動政策 讓這些推動政策的實況 讓這些文創或者是設計以木為材料的這些設計者 能夠更清楚 而且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不但是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在推的這個政策 我講的少量多樣那到底是哪些 我們有這個真葉樹 有有闊葉樹的這些不同的財重 那大家也都知道它的質地 它的強度硬度 或者是它的紋理 甚至它的香味都不一樣各具特色 那我們應該要讓這些設計者 設計師能夠知道 第一個要先知道台灣有國產木材 第二個要知道不同的國產木材它的特性 或者是它要去進行創作的時候 應該適合有哪一種 提供我們的這個木材 然後來讓大家進行競賽 那這個競賽呢 它不是只有去競爭這個概念 而不是說大家要提供一個設計圖 它必須要能夠實地量產 所以我們的競賽 我也很謝謝主辦單位跟我們的評審團一起討論 那除了要有巧思之外 而且它還有提出量產的計畫 我們很高興喔 那在第一次辦的時候 就超過200組的設計團隊來參與 那事實上每一個團隊所提出來的設計都是非常棒的喔 那從這200多組的作品當中 又有我們的評審團 大家在精選出其中的10組 那這10組選出來之後 事實上他們也就開始去進行了量產 我們很高興這10組裡面有三組 他們的產品都已經售完了 那有其他的呢 大部分也都賣得很好 而且其中也有兩組呢 已經確定他還會有提出的 後續的這個生產的這個計畫 那我想除了這10組得獎的這個作品之外 即使是其他沒有得獎 我相信他們也藉由這個活動 對台灣的國產木材 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我相信已經都在他們心裡面埋下種子 未來他要去進行其他的創作或者是生產 應該都會想要去考慮使用 優先使用台灣的國產木材 這就是我們舉辦這個競賽的目的 就是我們居然的 對他的這個競賽 有種人的大事 那一位就要做到的 對他的競賽 就是他不願意的 不會是在這兩組裡 但是他也不願意的 可以做到的 如果建議和建議會的話 所以今天我們去進行其他競賽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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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